好,我們來試一下,該把牆壁跟門窗還有家裡面那些東西加進來了 那你可以用原來這個做,也可以再開一個新的 如果你電腦跑得動的話,你再開一個新的沒有關係,有沒有 只用站地它可以一次開很多個,只要你電腦跑得動 OK,那我現在就做一個新的,來 這裡我就反正有存檔就好,就把它關掉,這樣我電腦比較不會跑不動 好,那一般來說的話呢,我們剛才有看過官邦的介紹流程 三個步驟就解決對不對,你看上面這裡 我們做地板,它把它稱作叫建立房間,就是這一個 我們通常會看你是要先用房間,就是地板的部分先做還是牆壁 大多數情形我們通常會先做牆壁 那我給你看一下,有什麼好處呢?來,你看 我問一下各位,剛剛你在用這個功能,有些同學有用的 請問你有看過它的內容嗎?很多都直接按確定 不然就是叫它不要再來了,對不對? 你都沒有仔細看過人家有小技巧在裡面耶 來,OK,來,你看一下,這個工具都一樣,點一下放開 它是多邊形工具,有沒有發現牆壁就出來了 好,點一下放開,各位稍微留意一下,我們上面單位是什麼? 這是公尺 這是公尺 對,所以看你們家要多大 台北寸土寸金 在這裡隨便你蓋,好嗎? 好,你就點它一下,有沒有看到我們直北鎮在這裡了? 我們一般大部分都是從零頂的地方開始 然後比如說我家10公尺的 好,到這邊,欸,有沒有人家陽台可能會有一點突出去的? 也有對不對? 假設你要點突出去,可不可以?當然可以啊 不然方子老師都四四方方的 來,這樣子 假設我到這邊了齁 我如果這一段,可能這個陽台突出來了 你先多按一個按鍵,叫做Ctrl鍵 Ctrl鍵我先按著 然後呢,我沒有放開喔,我滑鼠點下去 有沒有發現我可以調整弧度? 有沒有? 欸,當然如果你覺得這樣,欸,這樣子我要 比較正確的角度怎麼辦? 你可以搭配鍵盤上的Enter 就可以直接把什麼?你要的數字 角度直接打進去 啊萬一又錯了怎麼辦? 沒有關係啊,等一下技巧還可以改啊 反正都是小技巧而已 你按住Ctrl鍵可以選你什麼? 無面牆,無面牆 假設你這邊我可能是90度太早了 100度好了,有沒有 按個Enter就OK了 好,那我就可以繼續往這邊走囉 走到這邊,好,點它一下 如果結束的時候有兩種方法 結束你就在最後那兩點,Double Click 或者是點完一次之後按右鍵都可以 我通常是點兩下比較多,Double 有沒有,這樣就好了 它就封閉起來了 那我們重點來囉 欸,那這裡有了,這個是沒有地板的喔 這是只有什麼? 這是只有牆面對不對? 如果你要產生地板,你可以用這個 但是很抱歉喔 地板就沒有辦法畫這個弧形 那怎麼辦?你們家不能露一個洞嗎? 所以說很簡單耶 按一下 這時候麻煩你看一下人家講的 現在 有牆壁的封閉區域要做什麼事情? 按兩下說好 下次這樣要不要看人家的提示喔 不要這麼快都按確定啊 登登 好了 這樣有更快嗎? 有 有齁,你也可以顛倒過來喔 就是我的什麼 地板 好了 登登兩下 牆壁就蓋好了 反之亦然 只是通常我們先用牆壁 為什麼? 因為牆壁才可以做弧形的 好,牆壁可以做弧形的 地板是沒辦法做弧形的 那萬一這個角度你不滿意怎麼辦? 你來這邊 你看喔 我點到這個牆壁 點它一下 有沒有 double click也可以按右鍵 有沒有叫自定義牆壁 就是這個地方 點了 有沒有注意到弧度 所以萬一如果你發現 啊糟糕 我們加了這個不夠 角度錯了 你就自己來這邊改一下 你看牆壁有厚度喔 有沒有看到牆壁的高度 預設高度是250公分 然後呢厚度是14公分 欸14公分喔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就把它設好 那萬一你這個角度改變了 我裡面只要刪掉 重新點兩下就好 就會自動再產生出來 好 你看這樣有沒有就有了 然後呢你可以找到門窗啊 因為我剛剛看到好多同學 那個門窗都很 急著把它放進去 其實不用那麼急 來我們先找找你們家要怎麼開的好嗎 你們家要哪一種的 門他也有打開的喔 門也有幾個是有打開的 在下面喔這裡有一個打開的 我就把它丟進來 有沒有門打開了 還可以看到裡面去 門窗丟進去的時候會怎麼樣 會自動打動 但是各位 我們在做室內設計的時候 這個方向很重要有沒有 這個門是屬於是外開的 請問如果把它內開怎麼辦 蛤 那你就擠進去一點 這樣就內開啊 滑鼠移秀移動一下就好了啦 靠在牆壁有沒有 靠比較裡面靠比較外面 這樣有沒有看得到的 這樣知道那個感覺的齁 那窗戶一樣的概念喔 所以你只要把它窗戶丟出來 放到裡面 這樣請問可不可以看到裡面 有沒有 了解了齁 所以不用那麼急著 把窗戶放進來 那萬一窗戶太高怎麼辦 一樣啊 它還是有懸空高度啊 你看這裡 點到它 有沒有一個懸空高度 你可以窗戶放下面一點啊 不一定要照它預設值啊 這樣了解了 好 那有了基本的東西 你就可以在怎麼樣 把你們家的牆壁啊 地板啊 是不是可以稍微設定一下 比如說你們家地板 如果 因為在台北的話 都是小家庭居多啦 像中南部可能都是獨棟的嘛 對啊 我們就比較喜歡出獨棟的 那這個的話呢 你如果是一般小家庭 一層樓請問 你們也會隔間對不對 隔間一樣可以這邊隔開 但是比如說我這邊 假設是客廳 然後呢這邊可能是廚房的話 請問地板會不會是一樣的 不一樣啊 對不對 廚房大部分都會用瓷磚 因為這樣你要洗比較好洗嘛 比較好清潔 但是如果你是一般的 就不一樣 所以呢你可以怎麼樣 如果萬一你這邊 要做個隔開的 你可以再多畫一個 欸比如說我在這裡 我就把它獨立出來囉 在這邊 我用這邊好了齁 這裡 我就多畫一個嘛 有沒有這樣就把原本的都蓋過去了 這樣你了解意思齁 點兩下 多多 好結束了 那你畫完之後記得要回到哪裡 要回到選舉工具 你才可以編輯 不然你就只能一直在畫 增加齁 你看喔我在這邊 多多兩下 好 有沒有可以顯示地板的文理 你就可以來這邊 欸你要大理石的 還是要什麼樣的 有沒有發現食材很多 對不對 欸你就可以找找看 還是你們家比較喜歡溫暖一點的 因為最近比較有點冷的感覺 你就可以找木地板啊 好 確定 確定 然後這裡就變木地板啊 你看 從上面有沒有看到了 這樣有了解那個感覺的齁 啊牆壁咧 牆壁也是一樣啊 你看喔 牆壁多多兩下喔 登登 但是他有問你一個問題欸 到底是左邊的牆還右邊的牆 糟糕了 請問哪一邊轉左邊 哪一邊轉右邊 蛤 欸方向是屬於相對性的喔 我人站在左邊看 跟站在右邊看是不一樣的啊 所以 這裡 這裡有教你怎麼看 這裡 你如果仔細看一下牆壁 它是有方向 當初你畫的方向 好 當初畫的方向 這個是起點 這是終點 那 人如果眼睛站在這裡看的話 就是 這樣看 這裡是右邊 這裡是左邊 這樣了解嗎 從起點望向什麼 終點 所以我們偷看一下 來 你看這邊 請問有沒有看到他的方向 有沒有看到他的箭頭 請問這是怎麼畫的 是不是由下面往上畫 所以左邊是哪一面 是不是這一面 右邊 右邊 人的眼睛在這裡嗎 這樣要塗黑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對不對 所以這邊是左邊 眼睛那邊 這邊就是右邊 這邊就是右邊 所以你這樣就搞清楚方向了 反正弄錯了 就再進行改一次就會了 點兩下 好 那看看你們家的牆壁 想要什麼樣的 外牆喔 這邊有外牆的喔 你看我們外面有牆壁喔 水波 喔 地板 地板 再往下 其實不見得一定地板就只能放在地板了 只是 這個是比較常見的 那我們往下 你還要看到 當然你也可以用什麼 也可以用那個 那個 搜尋的 好你看好 烏瓦的喔 好 粉刷的有沒有看到 你看 粉刷有沒有 有些家裡比較好 好野人的那一種 就是用這一種 哈哈 石子的啊 也可以啊 抿石子的其實也不錯啊 好 粉刷的 這裡都有 好 假設這一種 我把它按確定 確定 我們偷看一下 請問有沒有出來了 這樣是不是就有了 其他幾面牆 會做的嗎 會不會做 會做對不對 但是我知道你只會那種方法 就是剛剛那種方法 有沒有比較快一點呢 有 怎麼可以 沒有呢 不然你要一個一個選 他選很久耶 按右鍵 複製 這一個 還有誰 還有這個 按出去的 這一個 這一個 有沒有全部都選起來了 按出去的 然後呢 按右鍵 或者來編輯這邊 有沒有叫貼上 式樣 或樣式 這樣就一次過去了 但是要記得喔 你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全部都有了 還是你比較喜歡手工的 一個做一次一個做一次 剛開始練習的時候是很好的方法 但是做久了你就會比較快了 請問裡面呢 裡面有沒有一樣的方法 右邊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現在是繞著他這樣做的 所以都是 同樣都是左邊的 外面已經做好了 這樣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好